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七七八八 我是七七 今天开始想先跟朋友们说一个搞笑的 对中国来说 我觉得台湾真的是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 台湾所有一切好的地方 全部都归中国所有 台湾一旦出了什么问题 那台湾自己就独立好了 真的很奇葩 这几天因为国务院控股的中储良出事 中共我觉得是绞尽脑汁 不知道该怎么办 怎么才能挽回名声 或者说怎么挽回这件事情 幸亏我们台湾的卫生部太给力了 在9号的时候 他查出来 日本三合油脂的玄米配压油 被检测出来 里面有致癌疑律与基因毒性的污染物 这个污染物的名字叫做 缩水甘油脂肪酸脂 另外这个物质在中国 目前是不在检查名单里的 大家要记住这个 这个后续可以加强 我们对小粉红的一些发言的感慨 如果这个添加进去开始检查 我很难说中国油里能有一家是合格的 我估计一查可能就全军覆没了 那台湾卫生部呢是公布 总共查出来不合规的这个使用油 是8294.4公斤 会全部退运或者是销毁 我的天啊 你们敢信吗 台湾卫生部居然在做事啊 朋友们 就是这不就更显得中国的卫生部 是个小丑了吗 怎么办 小粉红你们真的快点快点 真的该救驾了 话是这么说啊 但是我看到了中国人的评论和回复之后呢 还是很无奈的笑了 说这个 今天的消息台湾进口日本食用油中减出致癌物 被推荐购买了日本食用油的人有福喽 首先 这一个品牌一个产品有问题 不能代表日本所有品牌的食用油全部都有问题 而这么简单的道理他们想不通 说这个 娃娃多吃可以扛辐射 第二 台湾是直接在海关就把这些不合格的食用油 全部拦下来了 所以这些油根本就上不了台湾人的桌子 所以 人家一口不可能吃的呀 昨天还在看有人说 日本食用油用正名瓦量的不锈钢罐运输 嘲讽这个日本油罐车 人家不混装洗得干净 这只能证明人家在运输方面做得很好 完全没有问题 我不知道这个有什么好讽刺的 因为 人家这个油罐着运输 做得好 跟其中有一家品牌的一个产品不合规 这应该是两码事情吧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分不清楚呢 我真的就是永远都是一棒子就全部打死 他这个出问题了 他整个所有的油业的这个产业链整个都出问题了 到底是谁家整个食用油的这个产业链出问题呀 我真的很想问一下中国所有的油 是这样啊 虽然中国自己不检查 但是美国是检查的 而中国的食用油在美国 就我看到的所有的全部都有致癌警告 我都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嘲笑人家别人什么 因为他们不单有致癌物质 运输方面问题也很大 然后各种问题都很大 他们从原料上我觉得就已经是有问题的 而人家日本一个产品有 就现在就集体欢呼高潮 欢呼雀跃了 这个我就拜托你们赶紧回头看一看自己家好不好 你们从头到尾 整个产业链全部都占了 全部都危险啊 朋友 我真是让人崩溃的这个思维的能力和这个智力 好了 以上呢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欢迎加入会员频道 因为我平时时间比较紧张 所以说在视频下方零零散散的一些问答 我就没有办法就是回答 就没有时间 就是一一个去找 然后去回答 所以说我开这个会员频道 其实也是为了把所有朋友们的问题 全部集中回来 然后呢我就可以统一的 然后一次性的给大家全部都回答了 并且我觉得视频模式的话 可能大家也更喜欢看一点 然后呢也更方便一些 出于安全考虑啊 我个人隐私相关的问题 我可能会斟酌的选择回答 但其他所有的问题 我基本上全部都一一做答了 到目前为止是这样的 那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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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